大家好,我是凡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安蠢的一种疾病,叫做歪脖子 今年的1月27号,我在安蠢社里发现了一只病安蠢 它踏从地上,一直在打转,站不起来 我就把它带回家 当时它看起来呼吸困难,奄奄依稀的样子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它把旁边的水打翻了 身上都湿了,立刻用吹风机把它吹干 之后就不敢在它身边放水,每次喂完水就拿开 之后的几天,在我的湿性照料下,它慢慢的好起来了 虽然还是听不到它声音,可是它更爱动了 就是起不来,而且它的头一直往后仰 我就上网搜,发现它的症状完全符合歪脖子病 这种病也称关心病,是一种影响小鸡和其他家庭的疾病 这种病会导致它们失去对脖子的控制,而且无法支撑它 发展到不能站立的程度,歪脖子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是遗传问题,缺乏维生素E,头部受伤,中毒,或者是耳朵感染等等 如果是缺乏维生素E,可以补充含有维生素E多的食物 我的这只症状发病原因,我估计是头部受伤 有可能它在症状舍里飞起来太用力了,撞伤了头部 这是我养症状一年多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而且是唯一的症状病 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带它回症状舍洗鲨浴,晒晒太阳 可是,它已经成为了同伴欺负的对象 每次很努力的想站起来,就是一直站不起来 只能在地上打转,泪倒了,在地上视角朝天,起不来 看着它这个样子真的太可怜了 再加上那段时间,我工作繁忙,每天加班 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它 残痛不如短痛,就决定早日结束它的痛苦 希望我以后都不再有安纯得歪脖子 如果你有安纯得过歪脖子,后来治好了吗? 花了多长时间呢?欢迎分享给我,谢谢 谢谢